好,最后匹要进闸的是九天怒雷 好,今天的第八场赛事了 十四匹马列阵 闸门打开了 马匹出闸是相当的整齐啊 第四级的千六公尺草地赛事 那现在呢,从外侧上来的是银河酒吧 从大外蓝冲上来 然后跟二号的出版贵商 两匹马呢,去斗这个前领的 跟着呢,就有一匹太平元首 那另外呢,在旁边还有七号的伟大战士 九天怒雷 然后就是新希望 后面再上来的呢 就有JP13号的大帅哥 跟着手在内侧的是成功口号 外面黄色彩,一国金霹雳 然后才轮到太平洋星 大概是一个马尾之后呢 是春风得意 另外就有迷雾幻境 然后战时殿尾的包括有这个圣帅 那另外呢,就还有金铭令令啊 现在呢,距离前面领方的马匹 已经超过了十个马位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二号的出版贵商 刚刚过六百公尺的时候呢 他在内蓝的位置 旁边银河酒吧继续的在跟他斗 另外是新希望 还有太平元首 然后一个多马位之后呢 是九天怒雷 跟着有成功口号啊 然后呢,是春风得意伟大战士 后面再上来大帅哥 跟着呢,就还有国金霹雳啊 好,在最后直成的时候呢 现在就是九天怒雷 他是在外篮的位置 追的相当的这个接近 中间先上来的是这个银河酒吧 但是银河酒吧也是受到很多的挑战 包括有出版贵商 在内蓝了后呢 就是九天怒雷 九天怒雷在外面 在追着皮呢 就是银河酒吧 银河酒吧还有九天怒雷 九天怒雷和银河酒吧非常接近 然后呢,应该有伟大战士啊 或者是太平元首 另外呢,还有一批出版贵商 则是在内蓝的位置 跟着还有春风得意 下面再上来的是迷雾幻境 另外呢,有成功口号 然后还有这个国金霹雳啊 接着是金明命令 然后呢,就还有太平阳星 另外呢,是一号的圣帅 另外呢,还有三号的新希望 第一名,第二名 非常的接近要看照片啊 里面的是银河酒吧 外面的是九天怒雷 这个镜头看似九天怒雷是险胜的 不过我们当然还是要看最终的判决啦 不过银河酒吧今天也是走得不错啊 想要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偷袭啊 领放嘛 就是今天领放都能捞到 九天怒雷赶上来了 真的是差一点让他走脱 然后四平八稳的就是伟大战士 这个位置之财 这个真的是位置之财 今天有他的旧旅走得不好 六号的九天怒雷赢了 然后呢,是银河酒吧才轮到伟大战士 而九号的太平元首争到一个第四名啊 是吧,我们赛前讲的东西都验证了 元首比星好 不过第四、第五、第六啊